新疆黑风 新疆黑风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蜂蜜曾经被誉为 大自然中最完美的营养食品 一直以来都深受人们的欢迎 在我国自古就有人工养蜂彩蜜的劳作经验 新疆黑风作为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种 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 优良的风种再加上优越的蜜源条件 黑风蜂蜜因此独具优势 在当地养殖新疆黑风也越来越普遍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 新疆黑风的养殖技术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一些黑风被俄罗斯人从中亚西亚 经哈萨克斯坦带到了新疆北部的伊犁地区 新疆伊犁地区气候适宜 蜜源植物丰富 非常适合蜜蜂采蜜 这些外来的黑风在新疆独特的自然条件下 经过一代代的繁衍演变 最终形成为一个新的优良黑风品系 新疆黑风 目前新疆黑风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伊宁市 特克斯 昭苏 新元 尼勒克 拱流等地 2006年 新疆黑风被列入国家级续勤资源保护名录 在新疆 有多种蜜蜂的品种在同时饲养 自然交配时 蜜蜂在空中自然结伴 人们无法控制 新疆黑风和其他蜂种杂交后 导致新疆黑风的纯度和优良特性正在逐步退化 新疆黑风种蜂场针对这一困境 对新疆黑风进行人工受精 也就是 先人工培育新疆黑风蜂王 然后选择比较纯正的新疆黑风雄蜂 强迫他排精 再把精液输送给人工培育出来的新疆黑风蜂王 人工受精有利于新疆黑风的提纯 人工培育出比较纯正的新疆黑风蜂王后 免费发给蜂农 由蜂农进一步扩繁 并进行定点养殖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蜂箱 又被称为蜂巢 是黑风 栖息 繁殖 住存食堂的场所 蜂箱 有巢箱 巢皮 隔板 饲料巢 隔网板 寄箱 腹部 封盖等几部分做成 这叫巢皮 它的两面有几千个排列整齐相互衔接的六角形蜂房 巢皮固定在木质的边框上 称为一框巢皮 根据巢皮上蜂房内 蜂蜜 幼虫等数量的多少 又分为蜜皮 紫皮等 蜂房内大部分酿蜜用的 称为蜜皮 蜂房内大部分有蜜蜂卵或幼虫鱼蛹的 就叫紫皮 紫皮中又根据数量的多少 分为卵皮 虫皮 和封盖子皮 紫皮中大部分是胃孵化卵的 称为卵皮 紫皮 紫皮中大部分是幼虫的 叫虫皮 紫皮中有蛹 公封在上面 以用蜂蜡 封上盖的 称为蛹皮 又称为 封盖子皮 各潮皮之间的距离 叫做蜂路 蜂路的宽度 为一厘米左右 可以装实矿 潮皮的蜂箱 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标准蜂箱 蜂箱的大小 市场都有固定的规格 从市场上购买 就可以了 定点养殖 也就是对黑蜂养殖地点 进行统一的选择 规划和管理 定点养殖 主要是分布在 唐姆拉草原上 及其周边 其他的蜂种 被拦在 定点养殖范围的外面 这样便于保证 新疆黑蜂品种的纯正 唐姆拉草原 不仅符合养殖黑蜂的条件 而且唐姆拉草原 主要的蜜原植物 是种类繁多的中药材 各种野生植物 以及林木 这些蜜原植物 至今还没有被污染 这也是他们选择 唐姆拉草原 定点养殖 新疆黑蜂的主要原因 蜂群在进场七天之前 可用5%的 次氯酸钙乳剂 稀释成100倍叶 进行喷雾消毒 如果是原来放过蜂的地点 更要彻底消毒 有效地杀灭这些 原来密封尸体中携带的病菌 达到预防和减少疾病传播的目的 把蜂箱放到放蜂地点时 如果场地宽敞 蜂箱可以单箱排列 各排之间相距2到3米 蜂箱之间相距1到2米 便于黑蜂任巢 和养蜂人员 对蜂箱的管理和操作 如果场地小 也可以双箱并列 两箱一组 排列蜂箱时 朝门方向一般朝南 也可以朝东 注意 朝门不能朝西 以免下午的阳光直射朝门 使朝乡内的温度过高 前面我们了解过 为了保证新疆黑蜂的优良特性 蜂农直接通过纯正的蜂王 进行扩繁养殖 蜂王每年淘汰一次 在每年的5月份左右 蜂农从种蜂场 领取新的蜂王 我们来看一下 春季的养殖管理工作 新疆黑蜂在产卵之前 每个蜂箱 可以放三到六框巢皮 之后 随着不同的季节 增减巢皮 蜂农领到 人工受过精的蜂王后 把这个新蜂王 放在专用的笼子里 挂在蜂箱内 让箱内的蜂群 适应新蜂王的信息素 过两三天后 把新蜂王放出到蜂群里 过了约一星期左右 它就开始产卵了 一个蜂群中 就放一个蜂王 在春季 鲜花还没有完全盛开始 黑蜂采回来的蜜 比较少 蜂王产得卵多 远远满足不了 巢内蜂王 雄蜂和在巢内工作的 工蜂的需要 这个时候 我们要人为的 进行一些四位 新疆黑蜂的四位 可以用白糖加水 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混合成糖水 倒入黑蜂的饲料槽中 饲料槽放置在 潮箱的边上 饲料槽中 还可以放入一些 植物接杆 以防折黑蜂 采糖水时 掉进饲料槽中 被淹死 春季 蜂王在巢房里 大量产卵 两到三天 一矿卵 就可以产满了 这时候 要及时地 在已产卵的 紫皮旁边 添加一个空的卵皮 这样便于蜂王 继续产卵 蜂群 幼虫 咏的比例 因为一比二比四 如果发现 新培育出来的 公蜂数量 远远超过卵的数量 这些幼蜂 无所事事的话 它们就会培育 自然王台 自然王台 是指公蜂 为培育蜂王 所筑成的巢房 形状像花生壳 就有可能 引起 分蜂的发生 自然分蜂 是蜂群 繁衍的本能 分蜂时 老蜂王 和一部分公蜂 飞出去 另建新潮 为了提高 黑蜂群体的质量 避免 盲目的自然分蜂 蜂农 要及时除掉 自然王台 一个蜂箱里 加到八到十矿 卵皮之后 就应该添加 寄箱了 把巢箱里 有蜂的巢皮 提出来 放到寄箱里 有两三个巢皮 就行了 在巢箱顶部 加上一个 格网板 格网板 是用来限制 蜂王活动范围的工具 可以人为的规定 蜂王留在巢箱 或者寄箱里产卵 以利于黑蜂的成长 和提高黑蜂的生产效率 再把寄箱放到巢箱上 铺上腹部 盖上封盖 如果第一个寄箱 加到八到十皮了 还可以在它的上面 加第二个寄箱 新枫化出的工蜂 雄蜂 不断地替换 死去的工蜂 雄蜂 过了五到六个月之后 这个蜂箱里的 所有的工蜂 雄蜂 都是人工牌的 蜂王的后代了 新疆黑蜂 自我清理蜂满的能力 比其他蜂种弱 需要人为的 帮助它们进行防治 蜂满是节肢动物门 熬肢动物亚门 猪形缸 立满科的一种小昆虫 椭圆形 身体上面布满了缸毛 长着六条腿 大小只有一毫米左右 蜂满开始盯在 新疆黑蜂幼虫和蛹上 后来就寄生在 成年黑蜂的身体上 寿命可达六个月以上 它吸取新疆黑蜂体内的 血性淋巴液和体液 由于身体被刺出伤口 新疆黑蜂还会导致 其他的病毒入侵 新疆黑蜂身上长了丰满后 体重、飞行能力、采集能力 都会下降 进而影响新疆黑蜂产密量和寿命 对于丰满的防治 比较简单 当户外的气温达到15摄氏多以上时 工蜂频频出巢 采集花粉、花蜜 蜂王还没有大量繁殖 巢内紫皮不多 潜入蜂房里的蜂满 还不太多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防治风满了 用1.5毫升的乙醇和1.5毫升的甲酸 与800毫升的水进行混合 然后对潮皮、紫皮、连带的黑风 进行喷雾消毒 一般喷一次或者两次就可以了 到了7月份 随着气温的升高 夏季来临 伊犁地区的蜜园植物越来越丰富 也到了黑风采密量最大的时候 但是与此同时 新加夏季的高温 对养蜂也有着不利的影响 所以进入夏季 首要的工作 就是对蜂箱进行遮阳降温 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 会造成卵皮融化 幼虫死亡等不良后果 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箱 放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 以降低蜂箱里的温度 上午10点左右 把蜂箱的巢门打开大一点 也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 19点左右 把蜂巢的门关小一点 能有效地减少其他虫椅 爬入巢箱的机会 蜜蜜漆又称为流蜜漆 是蜜原植物分泌花蜜的一段时间 在新疆伊犁地区 蜜原植物的圣花漆 与蜜蜜盛期相一致 约40到45天 其中7月25日到8月5日 流蜜的旺季 是养蜂生产 取得最佳效益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做好蜂裙的调整工作 增加群内的紫皮 因为蜜皮太多 紫皮太少的话 工蜂就会觉得无事可做 不出去采蜜了 这个时候 把比较空的紫皮 及时调到产卵区 使黑蜂们觉得 潮皮还需要产卵 幼虫还需要补育 它们就会恢复正常的工作 一般说来 蜂箱里始终保证 4到5矿紫皮 才能维持这群蜂的强势 以保证流密期的产密量 各种各样的花朵 在开放的时候 会分泌出 极微小的挥发性油滴 悬浮在空气之中 蜜蜂的触角 对它们非常敏感 只要有十亿分之几的浓度被触及 就能在距离一公里多的地方 准确地找到花朵 同时 蜜蜂的眼睛 能看到花耳分泌蜜质的蜜线 和花粉发出的耀眼的光 并准确地吸到蜜汁 采到花粉 蜜蜂有长长的绘 公蜂在采蜜时 将绘伸到花耳里面去 才能吸食到蜜汁 蜜汁在蜜线里面 蜜线位于花瓣花鳄的肌部 这样公蜂的身体 必然会碰到雄蜜上的花粉 并在不知不觉中 把花粉带给雌蜜 它们在采取花蜜的同时 客观上为花完成了兽粉 公蜂把采回来的蜜 再注存到蜜房里 揭开幕布时 能够闻到蜜的香味 可以看到蜜皮上有蜂蜡风盖 提起蜜皮感到沉重 表明蜜皮里蜜已经存足 可以取蜜了 取蜜可以分为 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 脱蜂是指从蜂箱里面 提出蜜皮 两手握使矿耳 用蜜力上下迅速抖动几下 把黑蜂抖落到蜂箱里 蜜皮上剩余的黑蜂 用专用的小扫帚 轻轻扫落 蜜皮清扫干净之后 用割蜜刀紧贴腊盖 从下向上将腊盖割掉 注意不要自上向下割 以免割下的腊盖扯毁潮房 浇蜜皮放入摇蜜机里 摇动摇蜜机把手 从慢到快 再从快到慢 浇蜜从蜜皮中分离出来 把一面的蜂蜜摇进后 将两块蜜皮同时提起 兑换位置 放下继续摇蜜 分离时最好两个人配合完成 以免时间过长 出现倒风现象 倒风就是工蜂去盗取别的蜂巢里的蜜 这样就会引起工蜂们打群架 掉在地上 还继续缩咬在一起 最后当然是两败俱伤 摇完蜜的空蜜 要及时送回巢内 取蜜时间要安排在早晨 这有利于刺激采集风积极出勤 下午取蜜会影响黑风正常的采集和酿造活动 另外 早晨取蜜比下午取蜜 虽然产量低了些 但是其质量却显著提高 经济效益不仅不会下降 反而会提高 研究表明 蚂蚁在洞穴里缺少糖分时 对自己的生长发育不好 因此 在有蜂箱的地方 蜂蜜就成了它们的首选 您看 这群蚂蚁就比较猖獗 竟然进入到了蜂箱里偷蜜吃 蜂农告诉我们 蚂蚁能够分泌乙酸 而黑风又特别讨厌乙酸 黑风却对前来逃命的蚂蚁 毫无办法 把蜂箱放在铁架子上 铁架子的高度在15厘米左右 可以有效地防止蚂蚁爬入蜂箱 当秋季来临 天气逐渐转凉 这时是黑风容易滋生满虫的时间 防制的措施可以参考春季制满的方法 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 在蜂群管理上 秋季与春季不同 春季要逐步增加潮皮 而到了秋季 就要不断减少潮皮了 外界风源逐渐稀少 黑风采不到更多的蜜 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 蜂群内黑风总数 就会逐渐减少 因此要及时地将多余的空皮取出 蜂鹿缩小到9毫米 蜂群是黑风的主要天敌 在夏秋季节 蜂一天可以残害5到60只黑风 让养殖户比较头疼 蜂群要称为黄蜂 马蜂 数摩赤木 蜂蜂科 23到30摄氏度 是它生长最适宜的温度 防治蜂蜂一般是人工扑打法 在蜂蜂猖獗的季节 养蜂人员巡视在蜂场 一经发现 及时扑打消灭 秋季的时候 外面只有一些灵性的花还开着 工蜂采回的蜜数量也不多 蜂农就不要再取蜜了 让它们当作冬天的粮食进行储备 秋末 无所事事的雄蜂会被工蜂驱逐出巢 冻鳄而死 在冬季通常见不到一只雄蜂 月冬期 蜂群管理得好 可以保存蜂群的实力 为来年春季繁殖和夺取蜂蜜丰收 打好基础 冬季 工蜂不再蜂蜜亡江 尽管它们的亡江县 仍然处于发育状态 也会继续照料蜂王 把它裹在里面的恒温中心 但是它们也不再喂养幼虫 酿蜜等 因此 蜂王也不得不停止产卵 新疆黑蜂的蜂王 月冬停卵阶段长达四到五个月 为了更好的 让新疆黑蜂能够安全过冬 减少损失 我们最好因地制宜地 选择一间离放蜂地点不远的房子 房子的大小可以根据蜂群的大小而定 让黑蜂在室内跃冬 要注意的是 室内必须无农药残留 无异味 并要求干燥 通风 安静 把蜂箱摆放在月冬室里 温度应该控制在零下二摄氏度到八摄氏度之间 因为室内温度在零下二摄氏度时 潮内温度也能达到十摄氏度 这个时候 新疆黑蜂的工蜂们 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一起 它们利用摩擦的办法产生热量 据测量 在最冷的时候 风球内温度还是可以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 如果室内温度超过8摄氏度的话 要注意通风换气 为了防止老鼠进来破坏 损坏风群 我们要在月冬室里放些老鼠夹子 老鼠夹子放在屋子里的鸡脚处 约每五平方米左右 放一个老鼠夹子 新疆黑蜂是群居性昆虫 日常管理非常重要 它不仅关系到蜂群的数量 还关系到蜂产品的质量 俗话说 一只好王千斤蜜 可见蜂王在蜂群中的重要性 检查时 如果发现黑风的工作调不稳 紫皮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卵 表明蜂王在产卵 如果蜂王胸腹不小 颜色变深 薄形 缺翅 表明这是劣质蜂王 劣质蜂王给淘汰掉 换一只人工培育出新的蜂王进去 这些检查工作 无论春夏秋冬都要进行 开箱检查一般十到十五天一次 检查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 以防止发生倒风 随着人们对蜂蜜这种天然保健食品的重视 养蜂业在我国农业领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保护和发展新疆黑风这一优良品系 对于满足市场需求 扩大当地的养蜂产业 以及提高蜂蜂的收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好了 今天农榜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